这个旅游也好 特别是旅居 各地的名小吃一定要品尝品尝 我今天在海口的市场上 碰到了海南的名小吃 定安重的 看看 就这种重的 十块钱三个 我特意买回来尝一尝 下面我尝了 吃着大家看一看 看里面 黑猪肉加了咸蛋黄 嗯猪肉挺香 口感还不错 作为北方人不愿吃咸的幼粽子 但这个吃起来挺香的 淡淡的咸味 一个正子就吃饱了 我今天吃这个定安幼粽子 还不是正宗的 要想吃到正宗的 就得去海南的定安县 去品尝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这个定安肉粽 是海南的十大名小吃之一 它历史悠久 起源于明代 它的制作方法非常讲究 种叶 选择当地产的一种植物的叶子 叫冬叶 要经过晾菜和蒸煮 再用当地的复稀红土 调成泥 腌制咸牙蛋 取新鲜腌制好的蛋黄 猪肉选择定安产的黑猪肉 三分肥 七分瘦 然后加入酱料 搅拌 腌制 主料选择当地产的腹稀糯米 然后选四片冬叶 炮制好的糯米 加一个咸蛋黄 和腌制好的猪肉 然后经过打包和捆扎 这样一个定安肉粽就包好了 然后要经过十五六个小时的 柴火火的蒸煮 才能加工制作完成 进入水旗 在两个洞旗 三日 典